听众日前带家人到内湖 一间医院看病 把车子停在地下停车场 早上花40元 发票隔了三天才开出来 第二次付了1000元 但足足等了一个多礼拜 也没看见发票 明明已经缴钱还扫了载具 就是找不到付款记录 向医院询问回复他的确有拍到车牌 也有发表号码 没想到上财政部平台一查 却显示没有发票开立资讯 究竟这张1000元发票到底跑去哪 有话码的东西应该不会 他怎么可能重开 那变成重复开了 你也不知道他的系统 到底在那时候有没有故障 业者还是要让民众比较幸福 开车出门常常要找停车位 离场时找废机按一按 就能轻松搞定 就是像这样扫一下载具很方便 只是无法直接印出来 很多时候难以及时确认消费资讯 根据规定营业人必须在48小时内 上传资料至财政部大平台 即使业者留有记录 陆上零星民众过了十几天 仍然查不到发票 很可能代表根本没被上传 出卖人的条马扫描器有问题 应立即更正 否则则有逃漏碎的问题 用载具环保又方便 不过还是得多留意自己的消费记录 否则哪天您的云敦发票 也会不翼而飞 记者综合报道 下午雨伞 水母灯都承受好评 但今年 葱绿稻田往前绵延 看着令人心旷神疑 但稍等一会 怎么上下颠倒 摆正一看 布条往下垂落 看起来怎么有点像洗车场 苗栗院里的鬼门关夜市 今年的装置艺术 以稻田为异象 黄绿交错风一吹过 就像翻屯的倒浪 而夜市更从一大早 就有不少摊伤 正在积极备战 应付即将造访的大量人潮 鬼门关即将关闭 送走好兄弟 面移老师也提醒 拜拜的时间 最好在下午一点到五点 公平以干料 如饼干泡面 罐头为主 拜拜时也千万不要说 留待见等关键字 也不可以蓝放鞭炮 更千万不能说出姓名 免得好兄弟找上门 身上不要带磁铁 磁铁的吸力 会吸收好兄弟的能量 甚至让鬼魂 留下来不回去 此外也有命运老师提醒 普渡贡品要吃完 免得吸引好兄弟回头 若是孕妇刚好要生产 产前也要念 南无地藏王菩萨 帮助生产成功 记得中正前女员兵 陈州保苗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 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门墨登场的戏曲工作者 穿上滑服时装走红毯 参加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 参加今晚的盛会 对我们而言都是很兴奋 而且很感谢 开场表演 由音乐剧 劝世三姐妹的编剧詹节 洗手音乐总监康可祥 带来创新族曲 以说出人唱出台湾传统戏曲的日常 歌仔戏小调融合演出 让大家耳目一新 唐美云 曹雅文 许富凯 三重唱就像创新的台湾歌舞剧 传递戏曲音乐日日喧哗的荣景 文化部长李远颁发特别奖得主 戏曲表演类 由从事台湾戏曲研究半世纪的 邱坤良教授获奖 音乐类则是由若维道获得 是台湾最资深的民族音乐学者 今年音乐类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奖 由国家交响乐团 姜文也纪念专辑获得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 由台北市国立乐团原获得 戏曲表演类最佳年度作品奖 由寿琴歌剧团凤凰辩拿下 传逸金曲奖不仅是戏曲音乐工作者的盛会 也再一次展现台湾传统戏剧文化的精华 记者送不到